欢迎收看铜板美食贾套套 我是苏芷杰 节目一开始要带你一起来吃饭团 这位饭团摊的老板 他大学时读的是最夯的电子工程 但他不适应日夜颠倒的轮班作业模式 于是他转做保险业 但又碰上了金融海啸 他始终不灰心 寻找出路 后来干脆回家跟爸妈学做饭团 从路边摊做到现在租起了店面 每天双手在揉捏米饭的过程中 带给顾客一天的活力全员 也让他赚到满满的成就感 然后要什么 两个腊肉松松蛋 那你要鱼松还肉松 清晨六点 整个城市才刚苏醒 冒着热气的糯米饭桶 散发出阵阵米饭香 老板王中凯已经做好准备 按照客人的喜好 熟练的捏上饭团 让附近早起运动工作 或者是才刚下班的人们 享受简单却也温暖的一餐 因为我公司在附近 所以每天 它有一个甜饭团 我喜欢吃甜的饭团 就是加花生粉 它的料用得蛮实在的 价格不会贵 我最常吃紫米的 对 我喜欢它紫米的口味 我就觉得那个紫米很香 然后那个感觉吃起来很健康 而且纤维质蛮高的 然后加葱蛋或卤蛋吗 但是整颗还是半颗 有些客人会说 谢谢我在这边 因为这附近没什么早餐 可以好选择的 我们在这边 他们就很方便 有个早餐可以吃 客人说 这就是我小时候的味道 他们就很喜欢 这种传统式的饭团 还不是新式的 小小的摊位 仔细算根本还不到一瓶 每天却都能够卖上将近40台斤的米量 差不多就是160克的饭团 除了白糯米跟紫米 油条 肉松 菜脯 跟酸菜等基本配料外 王中凯还得一早四点就起床 准备葱蛋 猪排等等需要现前的食材 从事前的备料 到接受客人点单 到制作还得忙着收钱找钱 从早上卖到中午 一个人就这样搞定一个饭团摊 一开始就学切蛋 就是我刚才做的动作 因为圆的很滑 所以常常没拿好 一切下去它就飞出去了这样子 一次切就是一整盘这样 所以其实大概过了一两天 很快就上手了这样子 比较难拿捏的就是打饭 因为打饭你打得太大颗 你的成本就会比较高 那打得太小 饭太少的话你就要再补饭 所以速度就会变得比较慢 上180克 当一个饭团个体铺 动作就是要够快 点单后从铺饭 铺上肉松 卤蛋等配料 到拿捏成型 不到一分钟就得完成一个 三步时还要掀开饭桶 松开糯米饭 就是要维持米饭的Q度与弹性 可别看王中凯这样游刃犹豫的样子 其实大学本科 读的是最夯的电子工程 毕业后无法适应当轮班人的生活作息 于是转战保险业 打拼了五年当上主任 却碰上金融海啸收入瑞见 已经有成家打算的王中凯 决定职业生涯再一次转弯 决定跟着爸妈学做饭团生意 当年要鱼松还肉松 一开始说我不要比他们差就好 一开始标准就是这样子 我不能把妈妈的招牌做坏了 维持了几个月之后 因为我就觉得客人有留住 觉得还可以 然后后来我就 每一年我的目标就是说 比前一年更好 我那时候有跟他讲到说 讨论到说想转换跑道 但是因为其实我自己是还蛮舍不得 因为毕竟在保险业经营五年 也有一些老客人啊 对老客户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离开其实是我自己舍不得 那就是也是考虑了很久这样子 两个要辣吗 要辣 有那个日本的观光客来 他来买个饭团之后 他就递给我一个小包装袋 那里面就装了一颗糖果 然后一个小纸条 蛮感动的 他上面就写说 谢谢我们的帮助这样子 对 然后呢 那是疫情前的事 那疫情后 那个小姐又来了 然后说你还记得我吗 就是一直都记在心里面 就还蛮感动 没想到 还能意外做起国民外交 一个人守着一个小小的饭团摊 王中凯扎根在城市的小角落 周边居民早就成了老主顾 还有人一从国中生吃到都当了幼稚园老师 王中凯捏出一颗颗沉甸甸的饭团 不只撑起了成家创业之路 也为保客人的每日早餐 开启新的一天 这是一样从澎湖飘香到高雄的美味 这位年轻的竹科工程师 舍不得爸妈年纪大了 还得在油锅前拼命 所以他辞掉工作 回家帮忙 跟着学做澎湖榨枣 这项油炸点心 虽然又热又累 但是他说 这样的环境 爸妈都能忍了 我做儿子的 有什么不能忍呢 再说 澎湖家传的古早味 如果年轻人不接手 恐怕将会慢慢消失 现在红豆只有一颗 剩下四巨豆汉花生 小饭三十大饭五十 琳琅满目的小店 从澎湖跳岛到台湾 这一会在古山老旧街区献身 没有醒目招牌 一纸油锅 一张桌子 就把气氛给炒热 玉头包 红豆包 翅膀包 都三十八 对 红豆几次 我妈做六颗 朋友气色 这朋友名餐 名餐 名餐喔 它就没有鱼的 它就开花拼开 也会不均匀 所以你要一直拿 对 打开以后 举凡起锅就要有仪式 然后哭水 丽游跳跳秀 看得过瘾又怕受伤害 这要拽好耶 对 历经程度达到全日高峰 新起锅立刻有人来 有宝宝的 还有土豆有的 有的 好 都熟客啦 冬天比较好 冬天大概六七百草比较吧 我妈妈 我们小孩也做这个 是我们八蛋的 我们到八蛋 吃 八千里中 就只有老二的王妈妈接棒 照早 有点像芝麻球 马蛋 却又都不是 糯米做成 外层裹上芝麻 形状有圆 也有长条 内层包有花生 红豆 或是绿豆馅 点心的好朋友 嘴馋 就会想到他 我每天都爱吃 我一天早上 早上吃三个吃 要吃三个吃三个吃三个 要吃三个就要三个 这个古典味的啦 就会Q了 吃那个Q 豆腐的就是米蕾 会Q了 这个人不是很熟练耶 没有 那是我们两个单大 我怕甩到你们 比较紧张 这个是菜丸子 然后我们用高丽菜红萝卜 还有豆薯 加芹菜跟香菜 最后裹上低筋面粉 让他可以成型 再下去战 好 要换走吗 我怕整锅 我怕整锅 这样还是老的辣 看王渝中招架不住 做妈的赶紧帮他一把 蔬菜丸小虽小 却考验杂工 四则要金黄 吃起来要酥脆 才端得上台面 五十年的老字号 从渝中的外婆 开始在高雄市场卖 到他已经第三代 阿姨说跨挖很累 然后要请人又不好请 干脆他回来帮忙做 他开拓一下 看能不能坐着更大 怎么做 在家里拼的都自己的 爱在客机里拼的就老板了 所以就觉得回来 你太辛苦了 也不是的 也不是的 不是的啊 这个回来可以 帮忙家里改善环境 就是这样 高科技业 讲究流程效率 但家族的纯手工业 父亲阿姨仪仗妹妹 都在帮忙 气氛虽开心 产值就是可遇不可求 才会想要回家好好整顿 他帮下了 高科技产业的工作 对啊 妈妈会被人家在客戏啊 会耶 真的会 他可是 阿是小工 他想说 趁年轻拼一下 年纪轻轻就离开职场 还因为从事水电工程的父亲 曾经发生严重意外 担心他太劳累 才会加速回家的脚步 在标工店的 不小心 趁年轻轻 差不多四米 没小心射过来 弄到脊椎 弄到脊椎 连到暗门的这里 没有开刀 把它处理好的话 可能会半生覆水 因为它是影响上磅覆 对啊 防救他卖着啊 对啊 水电就不要救了 都会啦 一份安心 王爸爸成了家中得力助手 菜干包 俗称的菜包 蔬菜内馅有高丽菜 红萝卜 豆鼠 芹菜叶 女主人生安食材特性 利用天然蔬果 红麴 南瓜 抹茶 紫笛瓜 搭完外皮变色秀 接班进行式的王于忠 产品标准化 是他改革第一目标 我看你包不起了啊 还要妈妈救脸 对 没有其实 应该是妈妈 那个米脆夹的有点心 会妈妈 拔太久 太干 这样子会不会压力很大 要接手这些 没关系这个之后 起来做就好 就妈妈 看怎么教大家做 那我可能就会说 控管说 那他每一次米脆的湿度啊 都是一样 就比较不会有这样的状况 澎湖的习俗 加油喜事 就会做榨澡 分送亲友 直到今天 糯米磨浆到制作内线 坚持不假他人 所以店里总是忙个不停 没有要给糖包业 没有要给糖包业 应该 我应该 算正确包而已 你看众盒的那边 那边有 那边有 回来今才知道 家里的事情一堆啊 对啊 那你太多了 东西太多了 要慢慢整理 对 平像太多了 对 爸爸妈妈也很厉害 对啊 什么都会这样 让我有点困 不是有困的 甜蜜的困扰之一 是小巧可爱的五福米贵 极其疗愈 栖息必吃 缤纷色彩来自蔬果原色 单吃原味 咀嚼到纯粹吃饭米的米香 王渝中加以变化 炒进蔬菜 香菇 冰嘴豆 又成一道咸食 他很聪明 他学东西很快 他从小就这样 虽然手工活儿 还没老妈来得灵活利落 不过怎么推广 心里已经有谱 彭虎卫多了传人 这以后游国前 想必是更加热闹了 跟着镜头来到南台湾吃美食 在屏东竹田有一辆行动早餐车 它所在的位置很特别 就在大庙和小庙的中间 等于说是有双神名庇佑 再加上老板娘的用心 虽然每天天都还没亮 在地人就摸黑排队要来吃早餐 还有居民在开动前会先来拜拜 对他们来说 餐车供应的不只是早点 还有一份有吃有保佑的安心 凌晨四点钟 天还没亮 榕树下的小货车准时报道 宁静的乡间道路 照明的只剩下朦胧的月光 助力的路灯 和摆放神明两侧的红色灯火 就着几束灯光 老板娘熟练了煎蛋 做汉堡三明治 其实摸黑作业也二十几年 就算闭着眼睛也不会出错 屏东竹田人的睡眠时钟 很不一般 四周都还是一片漆黑 街坊邻居陆续排队报道 有的顾客拿着刚蒸好的肉包 就坐在一旁摸黑享用早餐 让一旦陆续排队 以前他们没有 这些拌不得我们都直接买 它够整个鱼 它那些饭头都买到 等下就很多人了 那凉的都有一些 乡下地方浓莽的比较多 所以他们都很早 所以你也不敢迟到吗 不敢啊 迟到客人来没有人 客人会跑掉 他们有时候来 然后说这么慢 有的是真的很早啊 把事先做好的三明治 放进简易的保温箱 上班上课 赶时间的老客人都知道 想吃什么自己挑 小小餐车 五脏俱全 像是把整间店 全都搬到车上了 东西的有肉包 还有那种挂包 菜包 馒头 西式的就三明治汉堡蛋饼 然后他就做炒饭 还有冬粉 煎那个 那种素食的萝卜糕 有吃素的人 然后他都煎一煎 然后装起来 你这么多东西 客人拿还是说 不知道要吃什么 看不到东西吃啊 所以就能做的就尽量做 六十八十五 二十五 八十五 二十五 八十一 黑夜场才刚落幕 天色渐亮 白天场的人潮又开始聚集 竹田人的早餐店 地点很特别 大树下的露天座位 简单摆出几张桌椅 小货车的左右旁 都有神明护法 一个是当地供奉的榕树公 一个是三观大地庙 双手合十 虔诚拜拜 成了用餐前的标准仪式 很多那种农树 从小都说这个叫 前阿公 已经四五十年了 我们小时候搬奶的时候 就有了 就托他们的福 这里有一块地 就是一个空地 可以让我做生意 在树下卖早点 一切的起源 从妈妈的一句话开始 原本在外上班 工作遇到一些瓶颈 那时家里附近仅有的早餐店 也收了 还有大楼园 跑到隔壁村庄去买 母女娘想了想 加上邻居的热情推派 于是阿姨早点便开张了 做保险 她就把她订 订 说你都找不到 怎样的 我说没有 不要找 不要 对 不要找保险 也没来 我们两个来早餐 我们的东西 我都自己 我都没有找人 在那里 我都找到五百支 我不是找到十百支 然后我说 我们又不懂 然后她说 就是问一下说 看人家怎么做 就慢慢做 慢慢做 然后客源就越来越多 没做过生意 所有事情都得重新摸索 母女娘联手一起研究开发 从打粉浆做蛋饼皮开始 刚开始用的时候 其实不喜欢用 它不能没有油 也不可以油太多 你如果油太多 你弄下去 它就揪成一团 那你如果没有油 它又粘在 那个锅子上面 很自然 你常做 然后你就会做 做成一个那个饼皮 也有客人问我怎么做 我也跟他讲说 我们就大约用面粉加水 然后可是要回去做不起 漢堡肉排也很要求 自己调味 自己做 嗯 大碟仓头 和酒 和酒 糖 盐 酒 油 还有 汉汁 白酒 有一个 人的肥料不好 我们自己的脂肪 脂肪 脂肪 给他 看我脂肪 他把我们教 就是人们说 那个肥料我不需要 他说 什么 人们说 自己的脂肪 他说 如果你們自己弄我就買了 就想要說 那個花生醬上面的蓋子 剛好就是那種 漢堡的那個人的那個大小 所以就用那種冰掃挖起來 然後用這個做一個 就剛好壓下去 就剛好一個那個漢堡的模子 轉行賣早點 總有許多地方不適應 讓早起 不能貪睡賴床 邊買邊做 接電話算錢 考驗的不只有體力 還有記憶力 喂 你要什麼 幾個 兩個 好 剛開始做的時候 客人講一講 然後你看到很多人 全部都忘掉 然後後來已經做了 就習慣了 就是人家講什麼就記起來 可是不要跟客人聊天 如果我很忙的時候 他們跟我講我說 我說我說你不要說我 不要吵 沒有我等一下我就忘記了 人家來要拿東西 我又忘記等一下被罵 跟著媽媽一起賣早點 也賣了二十多年 難得一個禮拜休假一天 也會被顧客追著跑 這有夠分的嗎 禮拜都不要買 對啦 每天都好吃 就是禮拜 看禮拜沒買而已 你有跟他抱怨一下嗎 沒有啦 我沒有抱怨啦 大家都買很久的都很熟 然後他們就跟我們講說 叫我們禮拜天不要休息 我原本不想做 就是有吵架 然後他就說 以後給你 那你就是常常放假 我說我也不要做啊 我也不想做啊 這個這麼累 而且那麼早起 然後後來他就講說 做這麼久了 這樣子放掉也很可惜啊 其實客人也很好啦 然後就是 對我們也蠻支持的這樣子啊 大樹下的行動餐車 是一種依賴 一種能量 也變成一種溫暖的信仰 目力量連手連心 為村民的早晨 點亮第一盞明燈 來到新竹北埔鎮上 這邊賣的多半是客家小吃 不過卻有一個湖南滷味攤 一均突起 原來這位老闆娘 她是湖南人 一開始剛嫁到客家小鎮 語言和飲食都很不適應 後來她做起了家鄉滷味 紅遍半遍天 一開攤就會被秒殺 客人是來自各地 而她也透過美味關係 漸漸融入在地生活 這腦顧客啊 我們在從南聊天跑來耶 我們是從南聊先跑來的耶 所以你們是第一批客人啊 每次來都做她第一批客人 唐雅琴的滷味像是有魔力 硬是把客人從海邊 吸到北埔山城 連小孩都被收買 我都吃雞 鴨翅 你呢 鴨翅 你呢 鴨翅 覺得那個味道很特別 很喜歡吃啊 小朋友也很愛啊 對 那個加麻很有香 我看這一包應該很快就可以吃完了 可能還沒回到南聊就出完了 四大乳鍋火力齊開 焦麻香沖吃在空氣中 早上新鮮現煮的滷味陸續盛起 鴨翅 鴨舌頭 還有麵腸 素雞 黑豆干 小豆干 海帶 二十多種品項請朝而出 前一波客人踩走 又一波團團包圍 來可以看看喔 新鮮汽魯的喔 看這邊哪一種 對 那個加菜 要這一塊是嗎 對 三百一百一 來我們這裡有海帶喔 有翅膀 三百一 有鴨頭 就是客人打電話來怎麼沒開 又覺得說有點罪惡感 對啊 他們那麼遠過來怎麼沒開 他的東西都很入味 雖然是說麻 他就是麻麻的 但是不是很嗆辣的那一種 真的是很好吃啦 我也無法形容真的 就連隔壁酸菜鴨餐廳的老闆娘 都認證好吃一再上門 唐亞晴的湖南味 在北埔客家庄很是吃得開 在麵地名一個翅膀鴨頭 米血 因為我們小的時候 像這個滷味在我們那邊很流行 很風行 小的時候的味道吧 小的時候回憶 像我就是說剛剛做好的時候 分享給周圍的一些朋友吃 他們都說好好吃 沒吃個這麼好吃的滷味 結果他們就極力叫我說 賣這個滷味 各樣食材分門別類下滷鍋 舉翻肉類一鍋 豆干速度又自成一局 海帶最大 住的是單人房 因為它軟度夠了 用夾的就知道了 海帶好像要單獨一鍋 對 海帶因為它會 比較會吸鹽 不能說跟其他弄完一起 我看這一鍋也滷了不少時間 對 它要燜煮 那個的話要一個多小時 很多時間都要靠燜 對 要靠燜不能太大火 從湖南嫁來台灣 勞工住水店 為了照顧小孩兼家祭 才會把家鄉味端上台面 用女人還是要怕自己賺錢 比較有底氣一點吧 就是有時候 有時候你得到別人肯定的時候 你覺得說那種 那種就是說 成就感比較不一樣啊 這成就感的背後 可是湖南的辣氣 花椒 辣椒是滷湯基底 每天又會注入新鮮雞高湯 濃郁湯汁讓食材風味倍增 它算是椒麻 椒麻香 但是它的麻又不會那麼突出 就是本身可能算是蠻綜合的那種香味 它整個提升就是升級到很香 就是那種椒麻香 微微的椒麻 有點帶點辣椒的香 再有點桂皮的那個清香味 反正就是五味雜陳這樣子 不同於台式中午香 家傳技法的三十多種中藥材 燈籠椒 桂皮 豆蔻 涼薑 桂葉 乾辣椒 不是丟下鍋這麼簡單 事前還得經過油爆煸出香氣 常常在炒的時候 在外面樓下炒的時候 整條街的植物鄰居都跑過來 這個聞香過來 所以這些配方的比例 你都知道了 都知道了 媽媽都傳給你了 對啊 算是獨門的 對 我們的滷味最講究就是我們自己炒料 因為所有的那個中藥材 它要去炒過之後 它的味道才會散發出來 儘管已經濃油赤醬 無辣不歡的唐雅琴 也總大方的分享自製的剁椒 入下擔心滷味因為高溫質變 只有六日才營業 所以客人往往像沖場似的 拿到夾子就很興奮 我們原本是最早的第一家 在老街上賣 後面這幾年也慢慢有 兩三家出現了 就感覺就是帶財吧 媽媽帶財 對啊 怎麼說 只要它出現就開始 會大排長龍了 人潮都出過來 對啊 所以你還沒有達到它的程度 可能快了吧 媽媽的高人氣讓兒子也充滿自信 唐雅琴是辣卻不嗆辣 毅力生活沒想像中順遂 倒也真心付出 換危機為轉機 像我們遠嫁過來的時候 也是剛開始的時候 也是就是受到一些不平等的待遇 或歧視之內的也會有啊 是不是酸甜苦辣都一樣了 反正剛開始的時候 是覺得有點不接受了 慢慢融入 然後覺得人與人之間 其實都是 都是一種美的回應 我覺得 你去 你用好的東西去對別人 你相對來說 會得到一種好的回應 這樣子 說是無味紮成的湖南乳味 其實早已融合成 讓人開心的歡樂味 這家手工年糕已經走過50個年頭了 第三代老闆接棒後 他發現因為時代轉變 家庭的人口數變少 以往一片石金的年糕賣法 一般的客人根本吃不完 也難以保存 最後只能丟掉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他著手買模具 把年糕的尺寸變小 只是中間還因為父子意見相左 引起了家庭革命 但最後的成績印證 改變是必須的 也獲得了父親的認可 春節倒數之日 天色為亮 手工年糕第三代 臉井章早起做工 蒸籠百度高溫 熱氣繚繞 為火熱氣氛 拉開虛目 家家戶戶 年節都想來一口的年糕 寓意年年升高 五年級生 臉井章 照自家五十年補法 使用舊糯米 水分含量少 做出來自然有Q彈口感 別人問我說 你們家做幾軍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的米 都算燉的 糯米泡泡一碗 抹米脫水 也跟著老淡水人的 盈盈期盼 加快扭力 從前是怕壞 所有年糕的糖 加很多 現在人糖分吃得比較少 後來才開始加黑糖 把它的味道再提升 紅糖減量四分之一 以甜度較低的黑糖取代 臉井章要求精準拿捏用量 造就每塊年糕色味俱佳 我的糖 鹽都是蹭過的 第一個跟第一千個 一萬個都是一模一樣 象徵好彩頭 菜頭個頭不能小 少了粗糙外皮 呈現潔白透鏡 排隊進到刨絲行列 滾水染化 才能與再來米漿 來嘗你濃我濃 吃素的有素的甜味 蘿蔔味 但是它吃不到 其他的香菇的味道 絞肉啊豬肉的味道啊 還有蝦子的味道 比較鮮 打從連井章有疾開始 就跟年糕密不可分 年節將至 印象深刻的不是頂壓歲前 而是幫阿嬤燒柴顧火 過年就是要24小時 古早的大鍋 下面就打開放木頭進去 因為我睡不著啊 我晚半夜了 我爸起床就換我爸 他們再接手了 太太洪瑞蓮一起趕工 跟時間賽跑 結婚32年 早已習慣先生的完美主義 她做事其實算是龜毛的 不要看她長得算粗狂 可是她就是心細啦 很多廠商會來講說 有便宜的 有進口的 可是我們就是堅持 一定要用台灣的 多花一點錢 買好的品質 其實對客戶也是有負責任的 媽來啊 好 好 好 第二代連爸爸連媽媽 已年過八旬 仍然不錯過一年一度自家盛世 緊盯進度 回想過去 坐櫃需要大量人手 孩子們對接棒顯得興趣缺缺 連媽媽為了填補人力 也希望孩子學習技藝 煞費苦心 最後使出利誘這招 終於成功 你找我 目前沒有什麼頭路 不然各年 你來做各 我一天三千塊給你 三十年前 三千多塊不小 就開始做 做一天跟我說 外的我明天才外來 糖 你不要看糖是這樣子 用手一搓下去 所有的皮膚都裂開 那隔天已經手痛到不行了 我怎麼做 所以我就把他 做也不行 現在做下去就是要 這個個性要做得好 後來在朋友的介紹之下 開始用機器 回鄉起那時 天購水泥攪拌器 充當攪拌機的過程 母子倆一來一往大催垢 彷彿還是昨天的事情 但過年前 做儀式感的這一攤 不知不覺也歷經超過二十個蠟動 當初聯錦莊只想著有錢賺就做 直到三個哥哥不打算繼承老字號 他從小看到大吃到大 怎麼捨得虎積無人 好在冬天做年糕 跟夏天的冷氣裝修工作 上山種森本葉季節完美搓開 也越做越上手 我們在擺單這邊 全部都塞滿 連機車都塞滿 一兩百公尺吧 只是知道人很多 我就是要負責一直做 一直做 一直做 幾乎一天差不多睡兩個小時 因為年糕團聚 也因為年糕差點父子之列 十三年前 他為了讓大小標準化 一度爆發家庭革命 幾乎幾乎 不可以吃得吃得吃得 就算給六七十元 現在年輕人 我回家拜拜 又大魚大肉吃完 我哪有可能去吃年糕 不可能的事情 又不能放 連錦莊更注意到 家庭型態轉變下 照以往切成十斤麥 無法很快吃完 包存也不容易 他才決定進行大改革 找到合適的模具裝填 每塊固定兩斤重 長輩朋友支持他的做法 連爸爸也終於接受 年輕思維以行動支持 我爸朋友就跟他講說 真的很行 這樣子做才是對的 升空了以後不會發霉 做成小小的 發現我也可以開始幫忙做 所以才會跳入這個 這個無底洞 已經不在中山北路社灘 集中製作電話網路訂單 在自家廠房火力全開 對於兒子接棒做出的品質與手藝 給媽媽給出高分評價 應該他做的是更好吃 你的創心一直創心 萬分啦 應該不夠滿分啦 一定有進步空間 一代又一代接力傳承 不讓半世紀手工年糕斷炊 第三代連緊張 延續甜而不膩 既讓淡水人心心念念 更是他最難以忘懷的滋味 有堅持換來的肯定 爸爸的愛在心裡恐難開 真龍熱力發威 為一家人情感持續全力加溫 在台北北投區的巷弄內 有一位饅頭師傅 他過去年少血氣方剛 打架打到入獄 看看這五年的鐵窗歲月 他痛定私痛 於是開始認真學習一技之長 出獄之後再去上課精進 終於在麵團裡頭 找到屬於他的人生成就和幸福 我們是用純的芝麻醬下去調整的啦 吃起來的話 香氣會比較濃郁 肉包採用溫體黑豬肉 前腿夾心肉的部分 八分都是用瘦肉 簡單調味就很美味 對 宜山高山的高麗菜 它吃起來比較脆 比較甜一點 肉包三個 菜包六個 包子饅頭內外兼具表裡一致 面點達人李承榮功夫了得 店面開在窄窄的肉巷裡 依舊能吸引行人來找上門來 餅頭四個都有啊 有啊 它這個東西就是好吃 它比較不一樣 實在是 真材實料人 才放我來啊 沒有你真的 你要找 那天我找很久 找不到 是老麵發酵的 所以吃一吃以後不會胃酸 不然我胃不好而吃 一般的饅頭不是老麵發酵的話 吃一吃會胃酸 能讓客人專程從中永和 每星期跑到北投來補貨 李承榮的腳麵缸裡有兩把刷子 黑糖老麵和誠意滿滿的桂圓 加中筋麵粉打得火熱 除了真材實料 還有誠意耐心在其中 這一般發粉它可能發很膨嘛 那賣相上可能比較好看 看起來比較大 但是裡面孔洞大 吃起來鬆鬆軟軟的 水果加礦泉水泡三天 培養酵母 每天加麵粉打成老麵當影子 麵團發酵速度慢 酵素作用充足 澱粉和蛋白質裡 比較不好消化的物質 酵母先分解掉 因此不容易引起胃酸 膨脹緩慢 口感也較為紮實有嚼勁 麵團分割整圓之後 還得要靜置三小時 才能進蒸籠熟成 針出來皺啊還是縮掉啊 發過頭啊不夠發啊 有很多種不同的狀況 就慢慢經驗累積啦 因為有的時候 其實差一點點就差很多啦 比較沒耐心 學這個才配樣出來的 大方承認以前很沒耐心 是麵團慢吞吞的速度 讓自己急躁的個性沉浸了下來 30出頭的李承榮 在朋友的眼中 曾經是火爆浪子一枚 頭有雞腳 渾身帶刺 其實喜歡打架啊 常常都去警察局報告 我老師也蠻頭痛的 差不多15歲左右的時候 腳車禍啦 都已經和解了嘛 那法官可能認為說我態度不太好嘛 確實我態度還不太好 我還槓給他三字經沒錯啊 那他踩一個收容 我當庭就把拔進 因為他過來上套嘛 我當庭就把他打倒在地上嘛 然後那時候 其實原本是要跑掉了 那因為那時候我爸有陪我去嘛 他就眼淚就掉下來 叫我去面對 年輕的腳踩三刀會 血氣方剛稍微一言不合 就大打出手 慘綠少年時期 他打倒不止一個慘字可以形容 讓父母臉都綠了 未成年關兩趟嘛 因為那個都是短的啦 少關所的人都兩三個月嘛 然後回來之後 保管數報告到一半 然後又一條學校啦 然後打一個同學 打到住院嘛 後面陸續很多 不要講那麼清楚 後來越打越大條 十九歲入獄到二十四歲才出關 該是人生最奔放的時光 是他最不自由的時期 台東的東城技能訓練所 那一次是已經關到第五趟了 所以我就想說 總是要學個一技之長嘛 所以就逼自己 想說去試試看 在鐵窗裡進修 李承榮出獄後再去上課精進 考中式餐飲和面食發酵證照 李媽媽特地拜師學藝 學做面點要陪伴兒子 踏出新生的方向 如果從來會稍微控制一下 稍微控制一下 對啊一定會 會改變啦 因為說真的浪費太多時間了 當初希望這個店很閃亮 然後大家都喜歡嘛 李承榮特地在手臂上 刺了顆鑽石勉勵自己 希望烘焙事業像鑽石一樣閃亮 但沒知名度又為了省電租 躲在聲響內 一開始的生意 七七慘慘七七 別說跟鑽石的光芒類比 連顆石頭的重量都沒有 曾經顧整天都沒有人 那時候我就是有一度一直在想說 我到底在幹嘛 為什麼要弄得那麼辛苦 那我想說如果再回頭 我不就要退步又重新來了嗎 用時間緩慢發酵 換得紮實細緻口感 加上用料實在 黑糖桂圓醜饅頭 每一口都吃得到濕潤桂圓 是李承榮的招牌品項 靠著回頭客慢慢盪出口碑連衣 證明在小巷內用心做 還是能吸引韓阿賴的市貨人 剛做饅頭的時候就是說 做得比較醜啦 因為完全都用手做的嘛 所以形狀就是Y7扭8嘛 那後面我做的時候 外觀有稍微改良 就是比較工整 醜饅頭其貌不揚 但內在有料 以貌取人的人 就可能錯過這豐潤滋味 而全賣六堅果饅頭 外在一樣樸實一樣有內涵 我們這種是吃得到麥的顆粒 然後它咬下去的香氣還不錯 因為有一些麥它比較細 吃不到 那我們這種比較粗 然後堅果的話 堅果也是每一口都吃得到堅果 我們有用六種堅果 杏仁果 杏仁果 杏仁片 南瓜籽 夏威力豆 然後腰果 核桃 對 然後就玻利多銷啦 店面不是零大馬路 租金省下三分之一 可以讓食材用好用滿 但沒有人朝來來去去 東西做好蒸好等客人 很容易蒸過頭 李承榮乾脆主打冷凍商品 讓客人自己帶回家蒸 也方便宅配 如果想現場吃又願意等 他再替客人現蒸 市場區隔奏效 幾年下來 李承榮培養了一票死忠粉絲 定期報到採買 帶回家和家人一起享用 外面很多的烏湯饅頭 都會偷家湯 因為它可能 吃起來完全沒味道不好吃 但你要好吃就是麵種 麵種一定要培養得很到位 我們這邊附近 很多外省的客人都會來買 客人的肯定像是定心丸 讓李承榮安心在小巷內定下來 一天一天磨練記憶 也用雙手揉圓了別人眼中的 零零角角 想要成為什麼樣的人 其實自己可以決定 很踏實 踏實很多 父母親也會比較放心一點 在愛他的人眼裡 李承榮修正錯誤 讓自己往前進步 成為更好的人 工作認真投入 對未來有期待 自信光芒 就已經比鑽石更耀眼 更有價值 跟著我們來到南台灣 在高雄的市中路 也就是在法院對面 其實這裡有一間飄香40多年的辣雞麵 白麵條淋上醬汁再擺上雞肉 吃起來微辣的口感真的超級開胃 不少客人從小吃到大 附近的上班族想當然也是每週來報到 透過鏡頭我們帶你一起來嘗美食 用餐時間一到客人絡意不絕 大家都是衝著這一碗辣雞麵而來 Q彈白麵條煮好之後 裝盤擺上多芽菜 淋上醬料擺上幾塊雞肉 辣雞麵大功告成 準備上桌 口味如何呢 小麵攤開店40多年 有人從小吃到大 也有上班族每週都要來報到 我們是這邊上班族 一個禮拜大概兩天到三天 三次吧 東西又好吃 它的招牌是辣雞麵 辣雞飯 有時候人多就點飯比較快 感覺不錯 還不錯 還可以 小麵香不香不錯 這裡的辣雞麵一碗八十元 麵條淋上醬汁再放上雞肉 勾芡勾的濃稠味道帶點微辣 客人說吃起來相當開胃 不想吃麵也有辣雞飯可以選擇 你們這幾個都餓了 這以前這廣東人在做 廣東人 我們都餓了 這米外附近都餓了 差不多45分鐘 要做這些辣雞跟辣雞排骨 有一點愛見 業者拿出這一鍋黑色的醬料 就是美味的秘方 其他好吃的配包 老闆不願透露 但用餐時間 除了附近上班族 常常來報導 不少民眾也慕名來嘗鮮 小小攤子就在法院對面 辣雞麵銅板架 還有大骨高湯 自取喝到飽 也難怪深受客人歡迎 東森新聞王子民幫中衛 在高雄的採訪報導 感謝您收看這週的銅板美食賈套套 我是蘇紫潔 我們下週見 我們下週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